屬肚的朋友今年是同太歲相沖的 在相沖的年份裏面 生活或工作上高度容易會出現一些變化 是非會多些 另外身體亦都容易會出現小毛病 加上今年的空星會比較多 除了會有碎破之外 還有大號、欄缸、劫殺、囚肉 既然空星這麼多 我會建議屬肚的朋友今年做事方面也是謹慎的好 事方面 今年由於沒什麼有力的吉星幫到手 加上空星是多了少少 所以你們今年適而腳踏實地做事 而守不而攻 另外有一點要提提屬肚的朋友 就是你們今年有一顆囚肉星 這顆星不等於要坐牢 輕則的話 只是代表了是非特別多 不過如果你今年是需要面對 或者處理一些和法律相關的事的時候 就需要特別小心 財運方面 由於今年的空星會比較多 怎麼都會對正財或偏財運 有些不利的影響 例如開支會增加 亦都會影響到你的儲蓄計劃 亦都因為空星多的關係 所以今年在投資方面就需要特別小心 健康方面 范太歲的年份身體一般來說都會差少少 譬如容易會有傷風感冒等等的小病痛 另外亦都需要提防會有受傷 另外受到空星的影響 今年情緒會差少少 那就需要自己放鬆心情 感情方面 在范太歲的年份來說 是非波折都會比較多 怎麼都會對心情有些影響 所以亦都容易和人發生爭吵 已經有伴侶 就需要好好維持關係 至於未有伴侶 今年來說都見不到有桃花星 所以拍拖的機會就不大 如果你今年的運勢不好 那就會建議你不妨在今年五王災星飛到的位置 即是家裡的正藍位 儘量擺放一些金屬製的飾物擺設 尤其是可以在這個方位擺放綠蒂銅錢 又或者是擺放一個金屬製的座檯中 但千萬不要擺放一些顏色鮮艷的擺設 又或者是一些盤災植物 以免刺激起這個方位空星的氣炎 如果你想催旺個人的權力運勢 包括了事業運勢的話 那就不妨在今年室內的正北位 擺放一座表面圓滑的玉石山擺設 又或者是擺放一個圖遲製的笑佛公仔擺設 造型當然要自己喜歡的 那藉此來增加個人的助力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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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